范國威議員 特別是2008年的民村大地震之後 有大量的醜聞、有大量的事實、有大量的證據 證明到內地的官員濫用了這些捐款 爆出了連番的醜聞 情況之下 香港人當然就是以史為鑑 我們不能夠再相信內地的官員 所以現在為什麼會有這次的爭議 就是香港人知道 震災是要有智慧 救援是要有制度 愛國不能夠盲目 好像剛才工聯會王國興那樣 我們更加清楚看得到 中國大陸現在欠缺的 不是物資和金錢 反而是一個廉潔的制度 市長,我要問的問題 或者我質疑的 就是今次的一億元的震災撥款的申請 是不符合震災基金撥款的準則的 因為裏面的3A和這個五項 3A就是某政府和救援機構為國內 及有關地區是向國際社會 發出震災的呼籲 5A就是呼籲或申請 應獲得本港市民一定程度的支持 我的理解,我對民情的掌握 報章上的報道 我看不到今次的撥款申請 是有香港市民一定程度的支持 第二就是中國外交部日前也都指出 現時搜救和醫療力量是有保障 救災的物資充足 暫時是不需要國外的救援隊 醫療隊和救災的物資 那怎樣是會符合今次的撥款鎮災裏面 3A的要求呢 主席 我見到這樣的情況的話 剛才有很多的或者幾位的建制派的議員 是說住大有夫之,逐大有乞兒 因為國內是有貪污 有貪官污吏 你們都承認有這個制度 但是不是因為這樣就不捐錢呢? 我想告訴大家 是,因為香港人認為 現在捐得多、貪得多 捐錢比內地的政府越多 其實就是實質上 助長和縱容內地的貪官污吏 為什麼我們才會有一個討論 就是希望捐給香港負責 或者是協助救援的一些非政府組織 就是這個原因 所以,主席 我是反對今次特區政府 是行香港人之概 用香港人的血汗錢去鎮災 我反而建議應該是特首、高官、議員、私人去捐獻 如果我們每一個都是捐出我們一個月的薪酬的話 已經有高達一千四百萬的金錢 我希望我們的特首 不單止是要捐出我們一個月的薪酬 是這樣呢 反而是用這些錢去買鎮災的物資 由特首牽頭 帶著我們這麼多位議員 親自去到災區 將這些救災的物資交到災民手裏面 這樣就能夠向香港有交代 亦都向這些災民去施以援手 亦都是讓我們親身去瞭解災區的需要 而不是盲目地 好似司長 好似一些民意這樣說 是說要盲目地相信內地的政府 我是很難相信 請司長答一答 剛才我問那個撥款準則的問題 司長 我請我同事講講 謝謝主席 謝謝范議員的問題 鎮災基金諮詢委員會 是制定這一套的撥款準則 或者是指引的時候 其實是響應當年九三年 立法會的一個決議案 是要規定做一個現成的機制 大前提是要鎮災在香港境外的災難 那麼大家看到在桌面上的一系列的準則 其實是涵蓋一男子的因素 是鎮災基金諮詢委員會 是每一次他們都是按個別個案的申請而去審核 而不是說特別是3A或者是哪一條 是一個強制性的條款 說如果不吻合就是不獲得 但是起碼今次是不符合3A 我們夠時間了了 范國威議員